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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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千年星空如常 血色烈日记显的疯狂 街火焰去隐藏 殘存的 鲜骨 衷肠 身影 甜蜜而知相 只為衝破 結尊的阻擋 要看 烏月的 蒼茫 知心 溫道 莫 彷徨 往前 善了 翻略的 幻想 你望 生命 燃燒 終相見 是 注定 同行 因為 堅定 航舅 的 信念 不曾有過 一絲改變 你我 生命 燃燒 終相見 往天涯 無緣 你 決心 的 勇氣 未曾 冥滅 還好 有你 同我 攜手 向前 我明白了 放下 就是 無欲無求吧 不求勝 不求敗 好有了 好可惜 原来水药就是我自己 我就是水药 我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那我要是不战 便是不败了 张灵 放弃执着 摒弃杂念 否则 你就会陷入魔道之中 我不能放弃 我要坚持下去 我要保护我身边的朋友 张灵 坚持树儿 不要打扰他 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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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体劳 快放手 菲菲 体劳 快放手啊 不 我们军队帮我放手的 不放手 我们都在死 我们飞上的小子 一个都不能烧 快放手 快放手 不然你们三个都会坠入万极漩涡的 快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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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 停了 不要管我了 放手啊 不 我要死一起死 我绝对不会放弃你 对 让我们一起死 我绝对不会放弃你 对 让我们一起死 张灵 不要放手 别管 张灵 不要放手 张灵 不要 不要 张灵抓紧啊 张灵 张灵 你抓住我 不要啊 张灵 不要啊 张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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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手啊 张灵 不要 张灵 张灵 南岳剑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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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你没事吧 我去找爹爹 师父 爹 怎么样了 辟邪 在幽灵异乡一异中 以筋脉尽端 但他为了传授你们仙道术 凭着一口气强撑到现在 此刻啊 他心愿意了 你们好好珍惜这最后一句吧 不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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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灵 师父 我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你 你 你的欲望 来自你的感情用事 你对身边的人 舍不得放下 你的执着 我 会影响你如刀 你明白吗 明白 师父 他令都明白 你明白就好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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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醒醒 师父 师父 前行 前行 日记星 力行 矿 借火焰去隐藏 残存的鲜骨终肠 身影天明而指向 欧阳青 再见 借心温荡莫彷徨 往前删了分裂的幻想 一望生命燃烧终相见 是注定同行 因为坚定很久的信念 不曾有过一丝改变 你我生命燃烧终相见 共天涯无怨 你借心的勇气未曾泯灭 还好有你同我携手向前 我永远无怨 身影天明而指向 冬皇大小姐 早啊 参见列宿盟主 既然冬皇大小姐 对自己的仙道术如此有信心 不如我们来赌一把 倘若半个时辰内 冬皇大小姐能够击落两一球 那我便从无泪之城 挑水到五月仙萌 给你烧水冲凉 那我要失败了呢 那就有劳冬皇大小姐 给我烧水冲凉 张灵铁狼 由我负责 我投诉 什么投诉 我认为练屁 我认为练副盟主 是不喜欢我跟张灵 才故意把我们分在他组的 你错了 是因为其他副盟主 不愿意接收你们两个 我也是被逼无奈 无可选择 蒙上双眼 蒙眼 你要耍我们到什么程度才满意啊 这根本就不是修炼 你就是想让我们耍猴戏给你看 我们不蒙 我就是喜欢看你们耍猴戏 给我解闷又如何 不蒙的立刻淘汰出去 你们两个废物到底是在干什么 一个光有蛮力脑子是木的 一个仗着自己聪明 就是旁骛太多 能在摩羯成道大阵中存活到现在 就是因为你们还能互补不足 才能在九死一生中寻找一线生机 今天既然像风骨一样乱咬乱废 也不看看自己是否有分裂的本事 再贴一下 我猜吧 再来 再来 我 我 好了 闯阵者们 五悔输海 最后一关就要开始了 大家准备吧 是 我 能不能倒下 我还有机会的 我还有机会 我还有机会 小玉 师兄 你在害怕吗 你害怕输给张灵 输给铁郎 输给菲菲师姐 住口 师兄 逃避不是办法呀 不要逼我 你一定要成为问道者 一定要 别说了 不要说了 师兄 我怕 我真的好怕 我怕我拿不到最后的身家 我怕看到别人当上问道者 我怕要所有人都对我失望 小玉 你明白吗 我怎么会不明白 你呢 当初在苍蒙古城 我把不动师兄打成残废的时候 我的心情跟你现在是一样的 内疚 自责 心心全无 我当时心痛得像要死了一样 我怎么会不明白你呢 我 幸好我遇见了主人 是他给了我力量 让我的心不再痛 让我站了起来 让我彻底的 脱胎换骨 你的主人 对 只要你像我一样 把心交给主人 臣服主人 那你的心也不会再痛了 最重要的是 你会得到最后一件 原始圣家 你的主人是谁 想知道吗 把手伸出来 当你决定要把心交给主人的时候 便吃了它 到那时 新的昆仑就会出现 成为问道者 将不再是梦 你的主人到底是谁 昆仑 九尾狐 怎么 把我忘了吗 小语 你 人间大地真是漂亮 有个问题我想要问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看见别人深爱的珍贵珠宝 或玉石 不慎跌在地上摔得粉碎 心中就会想笑 没有 是吗 不会吗 可是我会 所以我一直在想 这么漂亮的天地 如果有一天回在我的面前 那会是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想想都好玩 对了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闯阵者将争夺最后一件原始圣家 而且问道者很快就要诞生了 是吗 统帅 您认为谁会胜出 当然是我梦中的昆仑了 昆仑是闯阵者中的其中一名高手 他成为问道者 对幽灵异象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既然统帅已经派九尾分身混在他身边 为何不将其除掉 免得日后再出麻烦 我就不告诉你 上次统帅知道五月先盟突袭幽灵异乡 却没有通知三位长老 而这次明明可以为幽灵异乡除去昆仑 却又偏偏不杀 统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这是我的秘密 你想知道吗 当然想 可是想知道我的秘密 可是要死的哟 你还想知道吗 你想知道吗 你想知道吗 其实过不了多久 你们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个秘密 啊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 好 哈哈 嗯 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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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我们非常道小组 就是在这个狐狸窝城里的 我们说好 要做一起生死与共的队友 可是现在看来 不能一起走到最后了 其实 要不是紫琉璃这个神秘组员 咱们可能在摩基城 当大阵第一关 便已经死了 说实话 我现在挺怀念 你跟琉璃吵架的日子 其实我心是不想和她找的 因为在我心中 她和你们一样 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了 琉璃当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三个即将成为对手 争夺最后一件原始圣家 琉璃 从第一次打五一的时候 就在我身边保护我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这次进入巫会树海 我只能一个人去面对了 我只能一个人去面对了 如果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 成为温道者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走了 再见了 队友 再见 我的好队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关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要再想了 要想再见到琉璃 就要集中精力 把命给保住 就休息了 走 走 你们是 她可能是昏迷的时间太长了 记忆还没有恢复 盈儿 你去倒杯水来 是 来 喝口水 谢谢 你再好好想想 我是谁 师父 师兄 我呢 尹儿 尹儿 师兄 太好了 你居然记得我 还记得我 不烦 眼睛 我的眼睛已经在恢复当中了 没关系 师兄 你能醒来真的太好了 巨熊 你还认识我们是谁吗 朋友 全是朋友 巨熊 青衣们 已经退出了摩羯城到大阵 今天 将是他们 闯最后一阵的日子 退出了 朋友 加油 小心 师兄 这回去五毁树海 路上一定非常地危险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清明神火 你一定要把它 带在身上 一定要小心 我帮你猜猜剑吧 也有一些 队友 今天就是最后一站了 希望我们飞尘道组合 能够加油 来 加油 进 菲儿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来 菲儿 对不起 以前的事 我不想再多解释 全都是我的错 你会原谅我吗 我当然会原谅你 菲儿 谢谢你 我一定会拿到最后的圣价 我也一定会完成对你的承诺 我会带给你幸福的 最后一关 我想为你而战 世兄 这一关 你应该为自己而战 我的确是原谅你了 可是过去的一切 已经过去 我们的诺言 你也不要再记在心上了 那怎么行啊 诺言就是诺言 已经打破了的诺言 就不会再是诺言了 你不是说原谅我了吗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菲儿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对我 我一定会拿到最后的圣价 我一定会 我相信你会成功 可是我跟张陵铁牢 也会尽全力一战 我们战场上见 菲菲师姐 世兄 想要得到师姐的方法 只有一个 就是把心交给主人 成为问道者 昨晚的事情是真的 小玉 你已经沉浮于九尾狐 是真是假不重要 你是否能成为问道者 才是最重要的 你想让大家都对你失望吗 你想得到菲菲师姐吗 你自己决定吧 你自己决定吧 他会得到你 一件事 是的是 餐厅 非常漂亮 参见盟主 大家谨记 从此刻开始 你们不再是同门 不再是朋友 而是对手 手下留情 就是对自己的残酷 为了应付 无界最可怕的六贼天魔 为了要取得第五剑圣甲 为了要成为问道者 你们必须要付出毕生所有 最后 谁能把第五剑圣甲 交到大精灵面前的 就是摩羯成道大阵的胜利者 是 闯阵者们 愿道 与你们同在 温氏姑娘 交给你了 好 那么请六位 随我去十二号房吧 当我集气后 你们面前便会出现一扇门 通过这一扇门 你们将会去到 无悔树海当中 六个不同的地点 然后 这一扇门将会关闭 剩下的路 就要靠你们自己走了 明白吗 逍遥剑法 通道已经开启了 各位友人 出发吧 我们走吧 不 tentang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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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没有 记 braking 就はい 没有 因asy 据我所知这帮闯阵者已经到无悔树海去夺取最后一件原始圣甲了 那你为什么还不去阻止 为什么要阻止 其实说真心话 我还真是渴望他们可以顺利地夺到最后一件原始圣甲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等待温道者的诞生了 其实我等温道者的诞生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卦想 绝卦 张灵会死 张灵 不可以 琉璃 张灵需要你 你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了 琉璃 琉璃 太后知道你能听到 琉璃 张灵现在正前往无悔树海 她将会遇上前所未有的凶险 而只有你 才有可能帮她渡过这个难关 你听到了没有 你的子雷魔童 看中了张灵 这是你的选择 也是你的命数 凡人郎族的未来 跟你和张灵的远分纠缠在一起 一切看来都早已注定 你身上的花毒 虽然无药可治 但是你 仍有一个可以自救的方法 那就是燃烧你的元旦 化解化毒 虽然这样做 可以助你化去化毒 让你醒过来 但是原的一旦燃烧的话 那么你的生命 就会一点一点地倒数 所以如果你选择这条路的话 你便要有死的觉悟 琉璃 我给你的最后五滴心血 已经耗尽了 这有可能 这有可能 有可能是 是我们最后一次签命 请原谅太后 将你卷入这场 凡人郎族的浩劫之中 我知道你想问 当初我为什么要救你 是的 开始的时候 我是打算利用你的子力摩托 可是看着你一天一天地长大 我已经当你是我自己的孩子了 琉璃 琉璃 对不起 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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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都是满宫的好孩子 你一定要坚强 你一定要坚强 琉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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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呢 他怎么会死呢 你们这些人 难道都没有发现张灵吗 你怎么流眼泪 我是不会跟幽灵异乡的人 做交易的 现在你曾经救过我 我就不跟你计较 今后 就当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你走吧 那就不要怪我 你打呀 你是不是想把我打晕 带回我决先盟 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就退出摩羯城道大阵 琉璃 自从摩羯城道大阵开始 你就一直助我闯关 但这次 我想试试自己真正的实力 到底如何 唯一任务失败了 你一定要答应 继续找寻化觉 凡人和狼族纷争的方法 一定要坚持下去 明白吗 嗯 你 你 越来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看 我 你 我 我 你的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已经进入了悔恨的地狱 你们根本不应该进来 你们已经进入了污界的圣地 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是无所不知的 躲藏起来 只会显得你们很愚昧 夜空凌雨 我们来此是为了得到第五件原始圣甲 幽灵异乡即将重临人间 血洗大地 唯有问道者临 原始归一 才能完成二次进士 什么二次进士 与我无关 原始圣甲确实在我的手上 你们想得到他 就来永恒宫找我吧 我们既然有胆来 就已经做好了和你一战的准备了 你废话少说 出来跟我们正面一战吧 要是输了的话 就把圣甲交给我们 你们以为你们有一定的修为 就可以到五毁树海中放肆吗 凭你们 还没有资格跟我一战 只要你们其中一人 能够到永恒宫 打开永恒宫的大门 来到我面前 圣甲就属于你们 要是去到永恒宫 就把圣甲交给我们 那你可以得说话算话 胆敢再怀疑我的话 五毁树海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 好 话语满天 战不断的青丝里海浪 纷飞落进影院端 隔着迷途还要搬迷 尘过世间的北欲花 算不尽的爱寒中聚散 皆多别彼此守难 泪沙染如冰烟火烟 才恍然 什么 只要 尽量 先不断的青丝里海乱 纷飞落进影院端 隔着迷途还要把你 唱过世间的悲哀 算我情的爱恨中聚散 几多别离死相难 泪伤人如云烟火烟 才荒原至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